你好我是雅丽丝 这是月底的冥想问答时间 那这一次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是 什么样的冥想才适合自己呢 那为什么谈到灵性成长会想到冥想 那学生可以冥想吗 那观想没有画面 很焦虑怎么办 冥想音乐怎么挑 以及冥想一段时间了 怎么样知道自己灵性提升了呢 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回答这六个问题 在开始之前呢 先感谢所有支持和订阅的网友们 还有赞助我的所有的会员 谢谢你们 然后在这条路上有你们相伴真的很好 这不仅仅是让雅丽丝能够在这一条道路上 做更多的分享 同时呢你也让更多后续的网友 能得到冥想的帮助 非常的非常的感谢你们 好那这个网友问说 冥想的方式白白总不知道哪一种 比较适合自己 然后自己也经常更换冥想 觉得没有什么样的成长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冥想呢 好关于这一点 雅丽丝想问说你对于冥想的信心如何 还是呢你是保持半信半疑的状况来冥想 要知道任何的显化他都是需要信心的 所以当你在冥想的时候 你想的是这个冥想适合我 还是这个冥想有用吗 他效果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的内在状态会影响冥想带给你的效果 初期呢你可以听一两次 认为呢这个冥想是正派的并且适合你 那你就要用功的下去听 反复听经常听经常练 听到呢有一天你发现你生命开始不一样了 你的反应开始有一些转变了 之前呢有个网友跟我分享说 他听我的冥想 发现呢自己更容易心情比较喜悦 比较开朗 然后在物质上呢 发现自己更容易中奖 或是呢客户顺利下单了 也有的是面对家人的挑战跟攻击 以往呢他是会选择生气吵架 可是呢在听冥想之后 他慢慢发现自己比较容易平和 虽然会生气 但是也很快的就冷静下来 所以呢这也要考虑到 你对于成长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你对于成长的定义是比较大的 那可能你就会很快速的就会上市信心 这就会影响到冥想对你的功用 但是呢这边要提醒就是 不停的去观察自己一些微小的变化 那同时呢雅蒂斯也要提醒 在这个阶段对你而言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因为你正在摸索一切 你正在重新校准你自己的信念 我自己也曾经走过这一个阶段 然后最后发现我需要做到一件事情 是什么就是停止搜寻 而是将心放在自己能够转变上面 当你把心移到停止搜寻开始转变 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冥想对你是有用的 好那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灵性成长 大家就会想到冥想 那我想是因为有很多有名的灵性智者 他都是透过经历这个关卡 经历冥想之后来达到灵性成长的 像释迦牟尼佛耶稣基督这些非常有名的先知 他就是透过冥想来获得灵性上面的成长 但也有人不是透过冥想来获得自己灵性的成长 但是他们一定是经历某种反思某种反省 这次呢在某一个时间段 他必须达到撤退 离开世俗的一切 停止所有的现在的状况 然后去思考自己生命中的一切 关于自己的相信所相信的东西 自己所知道的价值观 对自己的一些想法等等 他必须重新去厘清这一切 来达到自己的灵性成长 所以他一定是会有一个这种在完全离开世界 然后进入到自己脑海 进入到自己内在去重新反思这一切的状态 好那这个网友问说冥想有年龄限制吗 好比12岁的中学也可以冥想吗 好那关于年龄的限制就是 他至少要懂得语言 你看小和尚他都可以念经打坐了 所以基本上只要懂得语言都没有问题 那谈到12岁的中学生当然都可以 甚至国外呢有很多机构 他会把静坐啊正念冥想带入学校 那学生呢他可以因此呢 更早理解自己内心的状态 提早呢去学习如何掌控自我内心 去做情绪上的调节 同时达到更高的专注度跟学习的效率 那这有很多资料 网站书籍都有在分享案例 这边也分享一个案例 在美国广播公司呢 他曾经做一个报道 在2016年呢 古中学学校每天都要进行15分钟的静坐 然后让同学们练习去排除多余的想法 来达到冷静的效果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这个学校呢最后有做一些回馈 所以说原本有三个很调皮的孩子 加入了这个打坐冥想的课程之后 慢慢的变得安静许多 回到课堂上也不会再去欺负女同学 甚至呢自觉开始写起作业 然后另外有一个单亲家庭的女孩 她在家庭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关系下 性格呢变得比较偏执暴躁 但是在几次冥想之后呢 开始呢她可以慢慢的对妈妈说出自己的想法 然后性格也比较乖巧安静 性情呢就会慢慢的稳定下来 当然呢在带领孩子的上面 家长跟老师呢 要自己先练习静坐打坐冥想 然后从中呢去知道如何去带领他们 这样子小朋友或是中学生 他们比较容易去接受 坐下来静坐这一个方法 对他们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尝试 所以是需要一个被带领的状况 那版上我版上也有妈妈回馈给我说 她自己在听 然后小朋友呢在旁边就很好奇 妈妈在听什么啊 所以也跟着听 慢慢的呢两个人发现 他们母女都一起开始喜欢上了 亚迪斯的冥想 所以冥想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好那这个网友问说 冥想一定要音乐吗 音乐一般上要怎么挑选 好你想想当初释迦摩尼佛在冥想的时候 他会搭配音乐吗 不会对 所以其实冥想不一定要音乐 真的是完全是看个人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喜欢播音乐 就好像是说 我们去读书工作去咖啡厅 很习惯的去播一些音乐 因为呢音乐可以帮助我们 与外在做一个简单的隔离 你可以比较好的融入自己内在的世界 所以在挑选音乐上面 你可以选择帮助你保持宁静 平静跟祥和的音乐 同时他又不会过多干扰你 进入内在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挑选时 大部分的人都挑一个没有歌词的 第二个他起伏的音乐是比较平缓的 从头到尾是平缓的音乐 也有人呢喜欢大自然的一些 自然声音等等 那你可以去寻找 你觉得最能帮助你的音乐 好那这个网友 分享说冥想的时候 没有办法跟着引导词 想象画面感觉很焦虑 好这边跟你分享三个重点 第一个放松 第二个信任 第三个视觉能力 当你越放松你就越能看见 所以你要回头去问说自己 去观察自己说 我为什么不能放松呢 是我太焦虑了 还是太期待 还是对于这个 进入冥想之前 你就有很多想法 或是进入之后呢 你对于这一次的引导冥想 你自己有很多想法 这些都会相互感老 你内在的情绪 他是会去抵抗的 所以你必须觉察自己 为什么无法放松下来 那在信任上面也是一样 你要问问自己 说我怎么样更信任 亚帝斯这一次的 冥想引导 那有网友就会分享说 他会先听一次 先熟悉一次 整个背景音乐 整个引导词 他熟悉了 他就会比较安心 就比较容易融入 那有些人会来看一下 亚帝斯的 像讲话的这些影片 他觉得说 亚帝斯这个人很正派 那他就会跟着 更容易信任 亚帝斯的引导就融入了 好那第三件事情 就是关于视觉能力 每个人的视觉能力 真的不一样 有一些人一讲引导词 他马上脑内就开始 有很棒的一些画面 或是很精细的画面出现 那这种人 我们称为视觉型 他另外一种是听觉型 他在聆听上面 是特别清晰的 但是画面雾雾的看不到 有一种人听不到 看不到 他只有感受型 他会生起很温暖的感受 很喜悦的感受 这种叫感受型 就像我们在体力上面 有些人擅长短跑 有些人擅长马拉收 那我们擅长什么 我们擅长坐着 所以真的每一个人 都不一样啦 那你不用去强迫自己 那如果你想要练习的话 可以 你就慢慢的在平常 经常的去 让自己的脑海 回想一些画面 一些物品 然后让自己的脑海 学习去勾勒 这些画面出来 例如有些人 会练习画画 那这种画画 就对于我们脑内的这些画面 创建是很有帮助的 你可以一点一点的 让自己上来 那如果你不想练习 没关系 那就放大绝招 就是听练习亚地斯的 肯定句冥想 因为这类型的冥想 它是完全不需要 观想画面的 但是它也非常的有威力 你不要小看它哦 所以你可以来练习这个 好那这个网友问说 冥想一段时间之后 如何确定自己 是灵性提升了呢 好那灵性提升 我不知道你的定义是什么 例如有些人会觉得 提升灵性代表 它被开启了神通能力 但是呢 亚地斯并不觉得 那个是灵性提升 我自己寻找很久 有关灵性提升的概念 我目前最能接受的 来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取回自己的力量 当你取回自己的力量 你有更多的能力 更多的自信 以及你有更多的灵感 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状况 你可以面对的很好 同时你可以快速的调整自己 回到喜悦爱与平静的状态 这其实在于灵性没有提升之前 它是非常的困难的 当你灵性提升之后 你会越来越快速 越来越容易 那换句话说呢 你能够真正的爱自己 这个爱的力量 它是有出来的 你也能够真正的去爱别人 然后甚至到爱这个世界 那我讲的爱别人爱世界 不是去拯救别人拯救世界 那就陷入了另外一种 非灵性提升的状况 真正的爱是 怎么讲 就是当你发现 你开始转换的时候呢 你并不是自大 也不是要去批评 去争论争取什么 你只是把这种爱带出来 为自己尽一份力量 让自己有更多的自信 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问题 然后你会发现 生活中的问题 真的慢慢的 被你一点一滴解决了之后 你会发现这种力量 你也想要带给别人 带给你身边的 譬如说亲朋好友 或是你亲朋好友 他们自己很OK 或是他们不接受 你也可以带给一些陌生人 那这就是为别人 尽一点力 然后让别人 可以更容易恢复到 喜悦与爱的状态 你也想为这个世界 带入更多的自身的力量 所以它是一个完全平衡的感觉 但这首先你会发现 自己的能力是提升上来的 然后你想把这个能力 share出去给别人 然后当你真的 灵性提升的时候 你也彻底的实行这些 我们反正有提供给大家 很多的一些信念跟观察 譬如说爱宽恕 然后原谅 让自己恢复喜悦和平 你会慢慢的发现 自己转变了 然后身边的人也开始转变了 最后呢 整个世界你所走到的任何地方 你都会发现爱的存在 例如呢 亚迪斯现在走到路上 我都觉得路上的人很好 我打开新闻 我都会觉得 哇那新闻真的是超有爱的 就是当你灵性提升到某一个阶段 我没有说到开悟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有提升的话 你会发现自己的世界 会变得比较清亮 比较光明 甚至比较喜悦 好 那这是我的回答 那如果有其他的小伙伴呢 你对于灵性提升这个字 你有一些想法 不同的见解 或是你也有跟亚迪斯同样的想法 你也帮我在底下留言 跟我分享给这一个网友 好吗 好那10月的QA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网友们的提问 那期待大家下个月呢 冥想能够更加的顺利 那最近呢也听到很多网友纷纷的回馈给亚迪斯说 自己的生命正在转变 情绪也变得更稳定 晚上也睡得更好 亚迪斯听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很开心自己带给这些冥想 让网友们 让你们可以有一些转变 那这些回馈呢 我也提供给大家 也给其他正在半路上的网友们 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信心 好那最后呢就祝福你 祝福大家 我是亚迪斯 亚迪斯的频道会员呢 每个月有两步的睡眠 引导冥想福利 帮助失眠跟调整潜医师 那欢迎赞助和支持 加入亚迪斯的频道会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助和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助和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